前天日子我发了个《世界起源》的视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那个《光宇开飞机打斯巴达了》的游戏 不仅有着文明的IP还联终着家喻户晓的歼20战斗机 与玩家军武联终备有排面 这游戏7月10月就开不三展测试了 所以我就想着我玩哪一测应该就是最后的那一测了 就准备等不三展测试再玩 结果这就像28号的时候又开了一个测试 这是叫什么品鉴测试 我就好奇了 这不是快空测了吗 怎么又突然搞了一个测试 总不能临近公车了人还搞出什么大动作吧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 剪客 真的假的 还记得我上次刻了12万金币想抽一套光宇的机板 最后死活缺个流队出不来 当时抽的我人都麻了 我这时候看你说大幅度降低抽外价格到底能降多少 啊 5年388金币 不是哥们你来真的 之前一次5年才叫900金币的 一下子打4个 这么有魄力吗 说说我玩这么久的游戏 真的是第一次见折扣力度这么好的游戏 不对劲 绝对不对劲 儿章的游戏真的有这么好心吗 说不定调的出货概率之类的平衡一下 那你懂我的 我可不是这本听风就是娱乐人 除了逼大奔多的人 定要亲自尝试下这游戏卡车的深情 看看是不是真如官方所说的6.65%心率 我这些暴客3600块钱 加上游戏和主线领的福利 一共有将近5万金币 我倒要看看能出多少钱 倒要看我花这么多麻年 可以给三连回个血就好了 那不废话了 开抽 不问人生多 几多坎坷 一强这些干爱干锁 放手已破坏 别理会太多 不问有谁能真正动摩 不惜这一生 要的是洒脱 再多的困难挫折 一笑而过 走过风风雨雨 倘过大家大河 哈红 OK 搞定 总共抽了128次 也就是640发 我们直接统计一下有多少金 不过现在抽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概率是没问题的 说是20抽保底五星 但我大部分时间都是10抽15抽就出了 基本就没拼过保底 数了一下 因为有45个五星 除了开局送给我们的周亚夫和爱丽洛 那就是45个 640除以45 越等于14抽出一个五星 而概率公式的6.66% 也就是平均15抽出一个五星 而且大部分都不是重复的角色 我这直接把关羽 刘备 曹操都抽出来了 本来是想拿他们三大阻力一队的 但抽卡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叫沙拉丁的能看的很猛 解忆他的这一看 英雄乐度直接就是1000分 连关羽都只有980分 本别的五星角色出来是这样的 最多出个成就 这角色出来的界面都跟别人不一样 看了备有拍面 那我们直接围绕了他来组一队当主力好了 官员还是吹装二队吧 看来制作主们是来真的啦 因为他们直接调整的是抽卡价格 整体服力并没有变动 所以就让白嫖胆的抽卡资助也能多一倍多 而且在千岛30天 前8年会数三个五星角色 第三天还会数一个五星角色 还有是探索之路 跟着任务也可以拿100抽 外加一个到大卫玩的五星角色 这个角色我记得还挺强的 是一个贼弄的前排 这个开拓者是散策就有的 每个赛就能拿30抽 再加上跟着任务主线还有活动给的简历 人均都能拿1万6金币 林克打原来额场的游戏里当爹啦 这一道组合拳打下来 林克真的随随便便都凑击显然的阵容 而且重复的五星拿去身心骑士给的加成也不多 后来没办法拉开多少差距 角色养成这块的痛脸色色也是拿下了 散策的时候 角色第二次竞争是需要吃五星角色的 别的游戏升级技能可能还要吃红皮卡升红度 这游戏只需要最基础的技能经验就可以升级 跟着主演者就可以给你练两队的资源 这福利这一众SLG游戏真的算得上顶级的啦 说实话这次品鉴测试我是真没有想到 马上就要公测了还加着这样的小特色 看得出来敲话对玩家是真的上了心 SLG游戏最重要的就是玩的人多 联盟打联盟之间才有战斗的感觉 这次测试改版可以说是对不怎么克金的玩家非常照顾了 到时候应该也会吸引不少灵克威克玩家入坑 7月16日出现起源也会开启不商场测试 我肯定以后就玩了 赶紧觉得大火可以收下详细信息 那我想这就是本集这一部喜欢的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予订阅关注 所以更加更多有趣的一期视频 大家知道吗 我是Live我们 期待再见